老婆 今天在座 这都是头面人物啊 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 头面人物 下座起来可不体面 我凭什么体面 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 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 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 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 老婆 果果要上评讯班了 宋老师 威姐 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谁 果果要上学吗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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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明 她根本就不让我捡孩子 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书 她到底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她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宜 你说什么呢 我跟嘉宜 我们上海籍关系 这赛特各位都知道啊 你不要在这儿编故事撒谎了 走 回吧 我撒不撒谎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们最近一直在一起 你还逼着我离婚呢 你把孩子还我 你把孩子还我 你俩疯了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雷鸣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情况 等一下 也没事了 好 谢谢 行 不好意思 美姐 我贴了 嗯 其实今天去花诊之前啊 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今天一到现场 我抨击她的话想都不用想 全都冒出来 我现在算是理解 那些当街首次渣男小三的人了 虽然说不文雅吧 但是太解气了 那些负面情绪 一下子全都出来了 太爽 你呀 这中级一站的气势是足足的 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 不是说好了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还把自己伤成这样 哎 怎么大门没关啊 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 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 你呢 你手怎么办 魏明干的 还能是谁啊 挨个虚干吗去 揍她 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 林霜一战沉明 把自己打成了网红 手撕魏明和黄嫁怡的事情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 现在魏明已经当场射死现场了 她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见 姐 你听说了吗 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我听说了 但你小点什么 生活怎么多人呢 你这是前台 全听得在哪儿了 我不其然吧 你让人拍了吧 对 那天酒会就要死也去了 我知道 我记得为董老婆也去了 这不 这不闹开了吗 我的天啊 他们先跟着一起了 我昨天在吃了 我来看她这边 我来看她这边 被想了 她把真的掉了 我跟着她 她就在那里头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 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 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说 我无所谓 怎么办 怎么办 网上却是骂我的帖子 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的感受 有我在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统统地处理好 我都会统统地处理好 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 能有了新的热点 你想想 我们的事情 谁还会记得 时间会抹掉一切的 时间会抹掉一切的 其实我跟林霜 已经分居很久了 我们就是因为 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 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一直没有签署 正式的离婚协议 本来嘛 都是家务事 我没想到林霜 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 她发起风脸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 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人吧总是贪的 有的人贪钱 有的人牵涩忘义 不过昨天 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美姐说得没错 按理说公司不应该 去干涉员工的私人事务 但这次化展的风波 确实给公司带来 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明白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一切处罚决定 好 卫明 希望你引以为戒 公司将对你做出匠心处理 稍后认识同志你啊 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还要做什么 林总 我们在这边呢 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 表明公司立场 安抚公正情绪 密切关注于晴 为了减少对公司民女的伤害 魏总 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 有个小建议 孩子的抚养权 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 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 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啊 林总 您怎么看 你怎么看 画座上的人 有着新赵不轩的亲密 也有着不约儿童的梳理 他们乔装打扮之后 坦然相见 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魏太 魏总还想你带孩子 去培训班了呢 Joyce 你往旁边坐坐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太 Joyce 没关系 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 她喜欢就让她坐吧 老婆 老婆 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宋老师 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她对艺术品的欣赏 不是很了解 说出的话不太合适 还请您多多包涵 没关系 她说得挺好的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 那些手拿气球的人 她在气球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脸 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 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 待在一起 我见果果 包括果果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见果果 我们离婚吧 离婚吧 两位办好了 离婚 离婚 从相识到我们结婚 再到现在离婚 你后悔过吗 我后悔 人生嘛 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 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洗礼 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 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都没有吗 正好去买东西 顺路 未明 你啊 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 那些恶毒的话 在离婚消耗站中都已经说完了 从今往后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咱们就一别两宽 我还是没有经过那些轻轻人了 你不停 你不停 我都没有经过去 你不停 我一直都没有经过去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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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抱歉 我還不適呢 我走了 先說反悔 先說反悔 說我今天就沒了 不行了 你給我 你給我 你別鬧 我害你了 你別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 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以后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嗯 永远不分开 姑姑啊 可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我知道的 爸爸跟妈妈分开呢 是我们俩自己的原因 跟姑姑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 爸爸只是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 但是 爸爸依然是姑姑的爸爸 嗯 以后有爸爸有爸爸自己的家 姑姑和妈妈也有自己的家 你会难过吗 嗯 以后家里没有爸爸了 现在不是原来的家 不过妈妈说过的 不过妈妈说过的 不能委屈 去取悦别人 对不起啊 姑姑姑 那 妈 妈妈 妈妈离开爸爸之后 嗯 会开心吗 嗯 以后啊 妈妈 会做回妈妈自己 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那我送给你 那是什么啊 这是过宿舍里的外面橡皮餐 真心做错的事 跟照顾橡皮餐一餐 就统统消失了 只要顶成对了 就会幸福开心的 我会替妈妈开心 注意我的不开心 我妈妈先画下画 擦 擦擦擦擦 擦擦擦 通通擦完 您好 方便拼个单吗 可以啊 林双 恭喜你啊 谢谢 我听说你已经离开磐石了 大厂竞争激烈 跟不上节奏也很正常 要我说你还不如找家小公司 虽然挣得不多 至少没有什么压力 对了 用不用我帮你介绍工作呀 不用 谢谢 你别不好意思 我也是想尽力补偿你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怪卫明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可感情的事总是难以预料 就像卫明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 也想不到有一天会遇见我 不然很多伤害都是可以避免的 不好意思啊 我实在没忍住 林双 你别总是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感情不能勉强 卫明他不爱你 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敌人 因为卫明不是你抢走的 是我不想要了 你说得对 我们的婚姻室出现了问题 没有你的话也会有别人 相反我还得谢谢你呢 要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卫明不会这么轻易地放我离开 我可能还会被他困在婚姻的泥沼里 黄家印 我们之间有道德上的对错 但是没有输赢 因为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另外 我衷心地祝愿你 不要后悔 你放心 我们晚上就要结婚了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怎么了 爸妈还是不接电话 你说 他们是不是不会来了 大家都到齐了 就算爸妈不来 婚礼也得进行 我不要 爸妈不来我结什么婚 乖 听话 是怎么办的 婚礼是给我们办的 又不是给爸妈办的 你最主要的是 等我们的宝宝长大了 才会问你 妈妈 你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你告诉我你怎么回答 相信我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补个妆 我们开始 来 麻烦你们 赶紧给亲娘的补个妆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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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鼻子 正在 女孩 爹 别 真的 嫩 你 我 我 快到时间了 叔叔阿姨好 妈 爸 你怎么一生不肯就当妈了 嘉怡 带进场吧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魏明先生 与黄嘉怡小姐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尽快入座 让我们共同保持安静 一起拭目以待 我相信新郎新娘 已经做好了准备 共同踏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接下来让我们将所有的热情 化作掌声 一起开启他们的梦幻婚礼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请你做我的丈夫 我生命中的伴侣 和我唯一的爱人 我请你做我的妻子 我将珍惜我们的感情 爱你 无论是现在 将来 还是永远 我会信任你 我会信任你 尊敬你 我将和你一起欢笑 一起哭泣 因此 古代 来 爸 爸 爸 喝一口吗 我们今天来 主要是不想让佳怡伤心 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这个人 论家事 论个人条件 你找我们佳怡 那是高攀位 妈 我想说呀 我们佳怡选了你 那是我们做家长的 没有教育好女儿 但是我告诉你 你敢让佳怡生气 我和她爸爸绝对不会饶了你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佳怡好的 你这什么话呀 亲家 怎么叫高攀了 你意思是说我们家儿子 配不上你们家女儿是不是 我们家儿子也是青年才俊 要房有房 要车有车 在单位大小还是个领导 有多少小姑娘嫁给他 就是 就是 我跟你说你不要搞错了啊 我的儿子他原来是有老婆 有小孩的 是你们家女儿死缠乱打 非要和我儿子在一起来 妈 小男生 你说错了吗 妈 是我非要和佳怡在一起的 佳怡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找的是什么人家呀 什么 跟我回去 明天跟她离婚 我们是什么人家 妈 我不走 我们是什么人家 我们是真心人家啊 是真的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人家 妈妈 妈妈 你说什么 我们人家怎么了 是什么人哪 我 爸 看今天是我跟佳怡的婚礼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说 关键事先为佳怡已经不运了 想拿孩子来要挟我们 我告诉你们 你别做梦了 大不了孩子生下来 跟我们家姓黄 妈 你才做梦呢 妈 凭什么跟你们行 她应该跟我们行 你做梦 阿姨 别别别 你做梦 你 妈 过来 妈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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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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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那边小姐姐多点 再喝一个吧 好 再来给姐姐进一个 你们姐姐干嘛呢 郭总 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快再干一个 干杯 好好好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这怎么回事啊 这块必须给你们交过来 对啊 郭总 你什么时候带我们 今天的另一半呀 你怎么一个人躲这儿来的 认为 害怕 害怕 怕什么 我害怕 全球骗暖 害怕冰川融化 害怕人类灭亡 害怕让他们失望 我知道 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钱 但即便是这样 即便是他们拿着那么少的工资 那些房租 水电 设备七七八八加起来 我也没上个老家 当老板怎么那么难 你 一种多电子 很少的 保证 这就是 我老板的 是 这就是 我老板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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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在公司熬了个通宵啊 董事长来了吗 差不多了 我得去找他一趟 没事吧 当下最流行的神经网络是哪一种 是 卷 卷 卷什么的 卷积神经网络 对 对 其实我知道 你不要提醒我 下一次 我肯定能答出来 最基础的神经网络是由哪几种结构造成的 是 是 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提示 最基础的神经网络是由输入层 输入层 卷积 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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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五种结构组成的 天哪 你太厉害了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我有个私人问题 我想 你能不能坦率回答我一下 可以啊 我当然可以啊 你说有什么问题 你从小是不是 脑子不太好 你要是不想交就算了 你现在走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有一种办法 可以提高你的学习效率 你要不要试一试 说吧 什么办法 这不会就是你说的好办法吧 运动 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 促进大脑当中的神经元 从而提高记忆力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来 你要是想放弃来得及 谁说我要放弃了 打车 没吃饭哪 永烈 永烈 点击神经网络 目前可以运用在眼线领域 我不听到 不知道就想 引擎领域 用力 图像分类检索 图像分割语音识别等领域 必须 来 喝点水 谢谢 恭喜你啊 出师了 其实那天骗你的 你也没有想象中看起来那么 确实挺聪明的 说了你 那你不用干嘛今天 这是 你说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我来给他送文件 送文件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 被大半夜送过来 你们 你别误会 他喝醉了 你别走啊 他喝多了 你别走啊 不打扰了啊 不是 可以啊 演技不错 做死的本事也挺强的 你说说你们两个 一个装傻 一个闷骚 真是被你打气死 林庄 你就这么走了 是打算把顾许让给我 这是你俩的事 跟我没关系 顾许喜欢的人是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呢 没兴趣做什么恶毒女配 也不想陪你们玩 猜来猜去的游戏 我已经决定放弃顾许了 省得以后你们又拿我 当挡箭牌 装傻重愣的 还有 顾许是真的喝醉了 你要是不担心她 出什么事的话 那就让她自己一个人 在家待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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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要不要见我的话 我现在也可以走 别走 好 别在这儿躺着 来 坐 应酬又不是拼命 下次别喝这么多 好 水我给你放这儿了 夜里渴了 记得喝 好 你除了会说好还会说什么 谢谢 其实你帮了我更多 要说谢的话 也是我谢谢你 可是我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你的感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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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最近好像瘦了 我瘦了 可能最近老加班又顾不上吃饭 你蛮好的 减肥吗 身体是本贱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怎么照顾别人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万块钱 你拿着给它交助员费 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多大的事 你以为你能瞒我多久 姐 这钱我是真不能要 因为妈生病的事真的 我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你 我不想让你再分担了 说句心里话 妈这些年怎么对你的 我都看在眼了 姐 你没有做错 你只管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以后家里这些烦心事 跟你都没有关系 我来承担 你来承担 你那条实习的工资多少 够他看病的吗 够啊 我 实在不够 下了班我送外卖吧 送外卖打零工 你还要照顾他 你自己的工作你不要了是吧 江海 咱们好不容易从头来过 你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知不知道 我说这话也不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你要再混成以前那个鬼样子 拖累的还不是我 行 那这样吧 姐 这钱 就当我问你借的吧 这钱 你自己收好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不许告诉他 这个钱是从我这儿拿的 这钱我先给你 暂时我就先不见他了 我也不想再跟他 有任何的瓜葛 好 江海 类似我 仍然我跟他断绝了关系 但是你永远是我的弟弟 你说谁呢 你老婆谁啊 我老婆 连双 嗯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谁 他在学校里的时候都就是高材商 小花 学霸 他会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 给我生孩子 你老婆谁啊 人生啊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啊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不是叫你不要过来的吗 先生太太说了她不想见你 佳怡现在还好吗 你说呢 她现在吃得下睡得着 没人拿她当手机包 不要太适宜哦 行了 你不要那个搞七年三的 赶快走吧 佳怡 我知道 我的行为有些过激 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 祈求你的原谅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你和孩子现在还好吗 我为什么不想说 我给你带一个老公 我怎么给你带一个老公 我的老公 是空旦 我吗 你不要坑 我再想念你 家姨 这是李明送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知道来打苦情牌了 卫明这个人啊 我和你爸从头到尾都没看上过 当初是你 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他 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你不是谈谈恋爱闹分手 你现在婚都结了 孩子也有了 这不是儿戏啊 你要负责任的 妈 事到如今 站在我这个做妈的立场 我还是劝和不劝分 可是她这么过分 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原谅她 来 原谅是原谅 但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皇家哪能任由一个外人来欺负 但是你呢 也要硬气一点 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磨合 要包容 但是规矩还是要立的 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她记牢教训 对 免赌服输啊 批三确实很优秀 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呀 其实啊 我建模呢 就比你稍微的 戏剧了那么一点点 谁让你传统大真的思维呢 就差弄一点 你该不会是 为了帮我树立信心 故意放水吧 没有 但是 帮你树立信心 确实是我的本意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你会赢我 我本来想着说 赢了你之后 得安慰你吧 批三确实很优秀 你输了一次没关系 再努努力 还会再输第二次 第三次 笑啥呀你 你现在这个表情 跟大学时候 输给我的时候 一模一样 看来是真实 不是假实 你现在这个表情 跟大学欺负我的时候 也是一模一样 林顺同学 对 老师 真心地 真心地替你赶得高兴 真心地替你感到高兴 这么多年啊 你终于认清现实了 是啊 这么多年 我也终于学会 证实自己的情绪了 来 秦练 跟你商量个税盖 那要不然咱们 建立一个终身PK之 你给我个机会 我努努力 争取后半程赶超你 怎么样 幼稚 有些人呢 总是拿套路当成熟 拿真诚当幼稚 昨晚上哪儿去了 喝酒去了 那几个人 非得说我怕老婆 我怎么可能怕老婆呢 你不怕老婆 那我为什么要怕老婆 我老婆 上在厅堂 下在厨房 外形好 不止 长得好看 还在学校里的时候 她就是高材生 这学霸 小花 那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嫁给了我 给我生孩子 给我在家里头 我妈 她说我 这就好 我老婆 我说她的 她要做什么 我老婆 我老婆 你不过 她跟她 我说她 那你生人 我说我 我老婆 老婆 所以我 那你 我老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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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黄刀罐头 黄刀罐头 好嘞 黄刀罐头一个 你还要吃吃吗 那个你别动了 我来帮你吧 谢谢啊 没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佳姨阿姨 你一个人来的 卫明她加班临时有点事情 你这推车挺重的 要不然我帮你推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那行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拜拜 来 我哥还想吃什么呀 我放点 是汤圆 是汤圆啊 汤圆啊 我也吃汤圆 来个黑芝麻馅的是不是 小淘气包 小心点脚下 可以 走了 走了 可以 打不到车吧 这样 我还有别的车跟司机 我先让这辆车把你送回去 正好司机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东西 都搬到楼上去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其实平时都是家里阿姨 陪着我出来的 只是她今天家里临时有点事情 请假了 没关系 你这种情况 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那我给另外一个司机打电话 那就谢谢你们了 小事情 你最近都还好吧 公司业务开展得顺利吗 之前遇到了点小状况 晓莹被方舟踢出了局 不知道魏明有没有跟你提过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们已经跟LAA谈妥的合作了 最后顺利就好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都掉地上了 飞喽 好厉害呀 看我一个手都能抓住 飞喽 林叔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 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你了 有些事情吧 你身在其中 就感受更深吧 你看像我 没有过去的经历 就没有如今的我 但是现在 我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 面对一些未知 我也不再害怕了 因为该来的总会来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上车吧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谢谢你 在我分身乏术的时候 不止给我送外卖 还默默地照顾我的家人 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止会用激将法 还一会儿串通HR 一会儿串通家政爱你的 谢谢你 一边要帮我 另一边 还得小心翼翼地 呵护我的自尊心 你这么说起来 我还真是挺忙的啊 你还记得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不是的情景吗 记得 你抢我鸡腿 你把我气门心 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 你从小就欺负我 你能怪我吗 我那个时候 好好地挤万千宠阿姨一身 结果你来了 连个鸡腿都跟我抢 饿了吧 再等会儿吧 来了 来了 进来 顾雪 看看 这就是顾雪 这是你阿姨 阿姨好 您好 您好 这是我女儿 别说了 您说好 好了 顾雪 以后到林老师来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别拘束 对对对 自己拿椅子吃饭 双双 你帮顾雪拿水啊 自己来 自己来 给顾雪盛饭 来 坐坐 顾雪 来来来来 不够了再盛啊 来 睡 谢谢阿姨 来 快走 顾雪啊 刚转来我们学校没多久 就当上校团委书去了 是吗 双双 那你可得向顾雪好好学去了 不然啊 你这年级第一的位置 可就不保了 加油 加油 顾雪 听说你的数学特别厉害 这次去奥数考试 是第一吧 这下给客人 来 顾雪 吃鸡腿 吃鸡腿 什么区奥数比赛 是 全是第一 哦 不错 不错 快吃 来来来 快吃快吃 对 那几年啊 我们真的是一路 打打闹闹过来的 那时候 咱们俩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我心志未开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会表达 更不懂得珍惜 我就是故作成熟 假装大人 假装自己什么都懂 结果这一绕啊 绕出去好远 云生的前半程 好像谁都是完熟 如果啊 我还是早点成熟 能够歇下无用的骄傲 初恋浮躁的兴器 趁早把握机会 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惜啊 人生没有如果 也不存在假设 你说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校园里边 你们有点像 人生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起点 敢不敢去学校的台阶上去 对呀 一点点 则 人生兜 人生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要生了 要生了 你家里人找个电话吧 对啊 联系 联系 你家里过没有人 这前卫怎么那么多人 你慢点 你家里人找个电话 你家里人找个电话 是要生了 他们好像是黄佳怡 我看着有点像 这多危险呀 这怎么办呀 我来打开电话 让一下 让一下 佳怡 她现在可不能乱碰 到哪儿了不呢 到哪儿了 佳怡 我们来救护120了 我们来救护120了 我们这儿有个运气了 两水库我们要生了 我们现在在那个江州中路 对对对 麻烦您尽快 谢谢啊 医生 黄佳怡家属是吧 女儿 六金八两母女平安 谢谢啊 没事 打完电话了 她父母带来的路上了 好 怎么样啊 母女平安 生了 她今天这么快 她今天这么快 哎呀 好可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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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妈妈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对 嫁怡出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是吗 你看两着 可惜啊 这么可爱的孩子 探上了这么个爸爸 替他干什么 爸 妈 有件事情 我已经想好了 回来了 张妈 麻烦你去超市帮我买瓶鱼录 那我快去快回 老婆 老婆 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 怎么了 LA出事了 现在只有你求救爸 让爸帮帮我 既然你不知情 配合他们调查清楚就好了 何苦为难我爸呢 他这个时候出面 怎么说都不合适 事情现在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董事会现在认定 我收了LA的好处 想把这盆脏水泼给我 你真的没有收LA的好处吗 那辆突然冒出来的跑车 你敢说和LA没有关系 我承认我跟他们吃了几顿饭 是 收了他们一些拉拢关系的公关费 可是财务造假这件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给了你一辆跑车 他们心里没有鬼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来买你的良心啊 我不说他们不说 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现在不要在这件事上做争论 现在你不救我 我就要去坐牢 你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后 就没有爸爸吧 你还知道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吗 你春风得意的时候 想过我和孩子吗 所以我现在想尽一切办法 尽力地去补救吗 晚了 你真的要落井下石见死补救吗 现在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你以为董事会不会怀疑我爸 他现在要是再插手这件事 连他都要被你拉下水 卫明 我真是不懂 我们皇家又不缺钱 你为什么还会这么蜀不存光 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你不懂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家仗势欺人 你们用那种可笑的优越感 鄙视我 你爸妈我不用多说了吧 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正眼看过我吗 他们觉得把你嫁给我 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还有你 一天一个老公 你老公现在事关生死 你们还是照样见死不救吗 你们全家都在看我笑话 连一个保姆都在看我笑话 我是被你们逼的 我必须要证明我配得上你 我说够了 我不想看你们家的白眼跟鄙视 是 所以你就用这种作死的方式 来维护你扭曲的自尊心 贝明 你是自作自受 别赖在我们头上 行 那我们大家就撕破脸 大家看看 你们皇家的女婿 马上就要坐牢了 你错了 你错了 你要真去坐牢 你跟皇家 一毛钱关系都不会有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害成这样 想甩了我 你什么东西啊 你忘了 是你倒贴的我 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都是你破坏的 是你逼的婚 没错 我自作自受 瞎了眼睛 娶了你这个小三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你这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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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是 我为你 你认识的 不是我 这么多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你什么东西啊 你忘了 是你倒贴的我 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 都是你破坏的 是你逼的婚 没错 我自作自受 瞎了眼睛 娶了你这个小三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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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我们这个小三 你变成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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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你怎么回事 哎 那个佳怡呢 出去 出去 佳怡 佳怡 上哪儿去的这儿 太太不好了 她佳怡不见了 给她打电话 她 她电话在我这儿呢 这么晚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现在副警长 我马上来 行 你好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孕妇吗 您好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孕妇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孕妇 干嘛 干嘛 我买瓶酒 今天为了给你当司机啊 我喝了一肚子给我吃 行 一会儿咱俩好好庆祝一下 我们再弄桶炸鸡怎么样 袁商 杨毁 你愿意和我携手余生吗 杨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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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把目光 随着新郎一起 投向了幸福开始的地方 有请最美丽的新娘 幸福登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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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记录 虎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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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霜 林霜 对不起啊 让你等了我这么久 我能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起女人的人生价值 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讨论归宿 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 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 但或许 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 单身或婚姻 职场或家庭 成功或失败 所有的经历 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 我们来到世界 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 而是最终成为自己的归宿 媒体采访提刚刚就拿到了吧 对 一会儿你跟嘉宾不认识的时候 你稍微精简一点 多让他们紧 好 对了 签到墙那儿再多安排两个礼仪 给一个引导一下嘉宾 嗯 麦克风和提示器 开始之前再检查一点 放心吧 哥 虽然我们公司呢 第一次承卖这个项目 但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走 我再确认一下 行 那咱们一起加油 加油 姜海 领带 哦 我忘了介绍 就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们公司的 刚在一起 林总 马丁总 不用 叫姐就行了 那行 前忙 回头请你俩吃饭啊 嗯 不错 你小子可以啊 这终身大事都跑我前套去了 是 必须的 以前你在你姐那儿帮过我的吧 走 走 走 霓裳姐的前夫 就那个魏明 嗯 上桌盼的 还有后面那个结婚的富二代 演的 天道好能和呀 这个渣男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林双 你先去忙 你先忙 中国有个古老的预言 叫杨子见其路而枯枝 杨猪看到一只羊走失了 他在路尽头分叉的地方哭了 因为他不知道羊走到了哪条路上 这个时候 他就不能决定自己往哪一条路走 于是很悲伤 当我们走到分叉路口的时候 看上去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先这个头子 选择一条路走 无论对错 再去试另外一条路 这个方法看上去是有效的 但也是愚蠢的 因为上帝从不知头子 这就代表 当计算机 要计算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 常常要搜索好几个方向 但是这个问题 在量子的世界里 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 不好意思 吴总 您能否说得通俗一点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模板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 量子计算的强大威力呢 来 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 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 就像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 彼此心灵相通 尽管远在天边 却时时思念 并无形地连接着彼此 这种神秘的关联 使得量子纠缠 成为了宝贵的资源 而量子计算 正是基于量子纠缠 获得了快速运算的优势 这种神秘的关联系